贡劳区第九公墓位在双域里的中心区域 每到清明节车辆多 为防止车辆围停幕区影响交通 甚至撞到坟墓 清明节会实施交通管制 及部分路段的单线停车 而贯穿其出入口的田辽阳街 因为狭窄 常有民众的车辆在停靠时卡在水沟 为此公所争取到市府经费 以两阶段将水沟加盖增宽路面 并在三月底完工 田辽阳街往第九公墓道路 狭窄 在道路无法扩宽之下 因为需要水沟加盖 在四月五号之前 我们的水沟加盖已经完成 以避免说行驶 往第九公墓的车辆 停车的时候掉进水沟里面 然后这非常感谢市政府 与共辽区公所团队 很努力的争取经费之下 在于扫目前夕 把这条水沟加盖的道路完工了 共辽区公所于23日开完清明协调会 确定今年维持扫墓服务站的设置 包括双域第九公墓 福龙第十公墓 三雕角第十一十二公墓 及河美第十五公墓 因为墓区距离主要道路较偏远 也将出动接驳巴士 请民众遵循交管 将爱车妥善停放 安心搭乘前往祭祖 今年度我们在主要是4月2号 3号4号的话 我们是有服务站 那在接驳专策的部分 主要是我们在4月4号的部分 有一个接驳专策的时候 欢迎民众来使用 那针对我们服务站的部分 有一些清洁的一些相关的工具 还有我们一些急救品的话 都可以欢迎使用我们服务站的一些东西 然后里面有些厕所 或是一些相关的一些用品 都可以向我们服务站来索取 那最后也提醒大家说 相关我们扫墓产生的一些废弃物 务必可以来集中到我们的服务站 来做一个丢弃的动作 目前接驳巴士仅在4月4号当天行驶 分为三路线 一为双域里第9公墓出入口的路线串连 二为供僚火车站至龙门昭会庙 三为马刚街至第11公墓入口 请民众搭乘时务必配合戴口罩 凉额温酒精消毒 以保障居民返乡的健康安全 记者超浩文供僚采访报导